最大的资产因此现在透过数位学习来提升人才资本 也变成一个重要的趋势 有电信业者和科技业者跨期合作 推出了企业学习网路平台 打造中小企业数位学习的租赁服务 那么以软体为核心 结合高效能高频宽的网路架构 来提供高品质的企业学习平台 进一步的落实企业提升营运的效率